就是每次去KTV就会被朋友点出来 然后拿来就是笑话他 因为用我们的导演话说 这个MV里面激情戏也太多了 我们想剪一个不是激情戏的画面 哎 没脚着 所以那个时候跟那个温蓝其实也不熟对不对 其实也不熟对啊 其实蛮紧张的 因为一去本来不知道这个脚本是要这样子 可是后来那个导演就说 今天反正你从头到尾就是亲就对了 在那个KTV放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那个很抗拒大家把这个歌点出来 因为我的朋友每次都会在这个歌放的时候都会听 哎呦好会轻哦好会轻 然后所以一直逗我玩笑这样 所以根本不喜欢大家唱这个歌 那爱错是第一首 爱错是第一首 那一首里面有这个跟心血的对手戏 而且好像也有吻戏 对 所以你的第一个这个萤幕的初吻是跟李星杰一起 算是 那个时候特别紧张 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影后了嘛 对 然后他就是我也不知道吻戏要怎么拍 然后他就说 他就可能他先吃了一个口香糖 然后他就说反正等一下就真的来这样 然后他要你把他当作真的女朋友 对 他说你就真的来 我说真的吗 他说对 然后我就正式拍的时候 就是把他当就是自己演女朋友那种感觉这样 后来就开始拍偶像剧了吗 拍了两个演配角的电视剧 才拍到了第一部就是爱情合约是主演的一个戏 你说斗牛要不要里面的有一场戏是你最经典最难忘的一场爆破戏 为什么会觉得那么难忘 我不准你在中午下场 我可以让冬条场下去 今天下午5点 你准时就现在冬条场 小龙 我现在冬条马上冬条场下雪了 5点再 真的大爆炸 可是我在 在克服这个心理压力之外 我要把这个戏做好 我觉得那是还蛮难 可是就觉得自己哇 变成动作明星的感觉 拍完的那一剎拉就哇 Jackie Herc的那种感觉 拍戏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是 就是希望不要用替身 能自己来的一定要自己来 其实如果真的能够不用替身 我是希望可以不要用替身 好 最后呢我要聊我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非常喜欢研究一个人的这个来的地方 就是他的家庭 因为贺锦想逢人就说 他妈妈是一个超级大美女 他真的很美 其实妈妈很漂亮 你的鼻子就是妈妈的鼻子 很像妈妈 对 超级大美女 而且妈妈那个就是 你看笑的那个面 喜悦的哭泣了 妈 对不起 我错了 可是我是真的是好意 我是很爱你的 看清眼前的观众背后的大家好 我是赵薇 一个人见人爱 红透了半边天的小叶子 看环珠哥哥可以治疗忧郁症 是真的 因为英姿萨爽 冲锋见证 不让薛梅的花木兰 我觉得我对演花木兰比对演 我就从兴趣而大 一个走过人生幸福 依然率真动人的魅力女人 爱情会让你暂时忘却一些烦恼和琐事 吃爱人一风飞 让人沉回兴奥西旁的地方 做个备会的故事 笑她重拍环珠哥哥的趋势 我如果演了紫薇 说不定现在坐在你面前 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气质美女了 她的爱情婚恋之谜 婚姻一点都不另类 简直是中国式婚姻这样 讲述一个很好在关于世界 我正好记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